預備,3,2,1 好,玩具TV,第20季第一集 剛才抽完一大輪,這次又到你再砌 這次就再砌,這次不用砌,這次變成就行 這次沒有設置的,變成這樣說 首先頭炮介紹,手上這個 Dracula,完全沒有在Transformer出現過的角色 Crossover這個怪物 之前出現很多回到未來,或者是 接下來的珠頭紀公園 或者是竹鬼金四代 這次就到了90周年紀念 吸血殭屍 得古拉伯爵,最棒的是 用這個老套的包裝 這個是… 棺材 我現在才看到這麼精彩 是嗎? 幼相上一年紀應該知道這個餅是什麼 雖然肥了一點 是嗎? 是嗎? VHS 是嗎? 這是VHS還是再早一期的那些? 對 像VHS 你只買個包裝底 這個盒真的不太想丟 這麼肥嗎? 沒有辦法,就回月仔玩具 這次聯成就是吸血鬼 厲害,馬上拋開 全身帽子 這是之前頭領的蝙蝠 賣賣 當然 有得改 你不改嗎? 是 他多了一些有趣的配件 就是這個 德菇拉伯爵的蝙蝠 在蝙蝠和人形都可以用得最適合 剛剛想說蝙蝠也加蝙蝠 真是… 有蝙蝠的想說 而在蝙蝠的造型 它的上色都非常絕 尤其是胸口紅寶石的位置 之前放過頭領下去玩 封死了 開到的 開到的 但這次沒有投領到你玩 封死了 真是還蝙蝠 對 打得開的 也是打得開的 蝙蝠 看到它有兩隻頭 黑色和翼下的紅色 配上一條尾 尾是槍和爪 是 變形都非常簡便 跟之前的版本一樣 我就快快隨便給大家看看 拔出尾就是盾牌 還有一支槍 再拔出尾就是槍 對 現在盾牌的爪是可以移動的 好 好 蝙蝠本身 拿開一點的斗筒 釣油是釣轉 沒有所謂的 不影響變形 對 都沒有了 不影響變形 哈哈哈哈 這樣就變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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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肚腦是對翼的腳 原來蝙蝠是這樣的 糟糕 還可以的 你又全部遮住了 都遮住了 又遮住了 對 這樣就變形了 這樣就是一隻腳 原來蝙蝠是這樣的 糟糕了 可以的 你又全部遮住了 又遮住了 這樣就變形了 這樣就變形了 這隻蝙蝠的腳 對 其實應該是狼人 那些 你不說不定有的 你覺得會沒有 基本上有狼的面膏大把 對 反一隻蝙蝠的腳 其實就是他的手 腳就是手 手翼就是腳 這樣就看到了 手很簡單地決定 所以這些是非常簡單 步驟也不太習慣 全民室有幾個步驟 一個 一個 看你變得很輕鬆 挺愉快的感覺 最後翻個頭 就出現了八雀的樣子 挺有趣的 總共只有二十三個步驟 這隻真的超簡單 這樣變成了 外形不差 最後就穿上蝙蝠 因為蝙蝠不錯 因為他本身都戒定了孔 你也挺難錯的 對 他因為要 因為蝙蝠的遮瑣 是因為要遮蓋頭 遮蓋頭 遮蓋頭 所以便遮蓋 真的可以 這隻真的可以 還有這個 好像是禮服的 對 對 也可以 像很神秘的 把他的手 藏在這裡 真的好 有其他人看 好 好 裝上盾牌便完成了 蝙蝠有盾牌 真的厲害 蝙蝠的爪 還有盾牌 這個很可愛 這個 Dracula用盾牌也很可愛 不是用牙蝠嗎 就是 這也是個挺有趣的過程 對蝙蝠的異形有愛 或者對特古拉麥醉有愛 對異形有愛的我建議他買 反正也是這個Dracula 90周年 它是真珠色嗎 在買開異形式訂的地方 便可以找到 也是全港最受歡迎的玩具店 最後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這個斗篷是感上天花 最重要是有這個好盒 拉開一點點 拉開一點點 雖然我不知道這盒是甚麼 但我覺得應該是很有趣的原因 好 我繼續玩吧 簡單轉頭去